周楚年少时,胸强侠气,为乡里所患,又一兴水中有骄,山中有粘迹虎,并皆报犯百姓。 一兴人位为三横,而楚游聚,或睡楚沙虎斩交,时计三横为于其一。 楚即刺沙虎,又入水积交,交或扶或末,行述十礼,处羽之聚,经三日三夜,乡里皆未已死,更相庆。 竟沙交而出,闻里人相庆,使之为人情所患,有字改意。 乃入无寻二路,平原不在,正见清和,据以情告并云。 欲字修改,而年已蹉跎,终无所成。 清和曰 古人贵昭文息死,旷军前途尚可,且人患至之不利,亦何幽令名不张也? 处随改例,终为忠臣孝子。